好就是当我们做完这个翻滚还有啊基础的攻击之后 我们来做个小节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翻滚和这个攻击都是主要是依赖于使用这个动画蒙太奇 动画蒙太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啊去预处理这些素素材 然后如果这些素材和我们的角色的啊用的那个骨骼不是同一个的话 我们要先retarget这些素材啊这这些动画都是用了同一个骨骼 所以我们就没有retarget然后我们从这些动画里面再创建出动画蒙太奇 动画动画蒙太奇里面它有一个slope的概念 它通过这个选择这个动画蒙太奇的slope可以让它对应的去啊 在这个啊动画蓝图里面的这个啊slope里面去播放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fullbody的时候 它当你播放那个动画蒙太奇的时候 它等于在这个fullbodyslope里面插入一个动画 然后这里输入输入进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可以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角色蓝图 character blueprint和我们这个动画蓝图 animation blueprint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然后那个角色的啊很多逻辑在那个角色蓝图里面 但是你又把这些逻辑和一些状态传到这个动画蓝图里面 使它更新它的动画状态 就是这本质上动画蓝图就是我们能看得到的部分 而它真正的很多地方的逻辑是在那个角色蓝图里面的 这就是一些小节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攻击动画用的是room motion的动画 意思是这些攻击动画都是带着位移的 当我们像在魂系列面游戏里面 它的攻击是等于说你打出去的时候 它的可能会向前迈出一步 比如说这个攻击动作 也是因为它是带着一个位移的状态 如果没有位移的状态 那就是战装就很多像MMORPG那样 它就战装原地攻击 然后这就是其实啊 像是这个翻滚还有攻击 在魂系列游戏里面肯定是复杂的多的多的 接着最简单的那个实现方式 而且应该也没有 就离实际上那个魂系列游戏的那个 效果还差得很远 只是说我们现在使用了这些功能 包括动画状态动画蓝图 还有动画蒙太奇 动画蒙太奇里面的slop这个概念 然后你以后还可以在这个动画蒙太奇里面插入一些事件 在事件就是说决定在某一帧的时候触发一些事件 比如在某一些帧的时候 你触发一个播放这音效的事件 或者触发一个产生攻击判定的事件 或者触发一个就是说我当前可以被谈反的事件 你都可以在这里去插入这个 在动画蒙太奇里面 and notify state 这里面去插入这些东西 现在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 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个 这些系统和这些工具 虚化眼前自带工具 我们可以实现非常多额外的功能 只要你愿意去把它里面的东西做得更复杂 更细化的话 它就是可以实现 基本上肯定是可以实现 魂系列游戏里面的那种手感和效果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这一个武器 就是绑到角色手上 基本上就是做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 拾取pickup功能 然后这会用到虚化眼前里面的另一个概念 就是在骨骼里面它会有 骨骼数里面它会有一个叫做slope的概念 我们之下接下来就会用到这个东西